武则天会纠结于传位李家还是武家 这也太小看武则天了 武则天如果真的这么蠢 他根本做不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 事实上武则天本来就是想要在自己死后 把皇位还给李家的困扰他的事 要以怎样的方式 才能在自己死后才把皇位还给李家 把皇位还给李家不难 但是要确保在自己死后这个前提 而不是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那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者是很矛盾的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武则天 是如何以他过人的政治智慧 越是聪明的人 越懂得为了长期利益放弃短期利益 我们预期到做某件事长远看是划算的 我们才会忍受暂时放弃短期利益 对长期利益的预期是我们做事的出发点 武则天作为君主 明白主动引导官员和老百姓的预期的重要性 武则天逆势而为改朝换代 自然激起了众人的不满 众人想要对抗就要冒杀头的风险 那必先掂量一下反抗的成功率究竟如何 如果武则天最终是要传位给李家 那就完全不值得冒掉脑袋的风险 来个马上就动手 因为马上就反抗的人都必然会被武则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力镇压掉 武则天知道大多数官员都是反对他改朝换代的 但是他又不能把他们统统都杀光 一来他没有那样的能力 二来杀光这些人就没人给他干活了 所以他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 一方面把坚决反对他的人迅速消灭以绝后患 同时威慑那些温和的反动派断绝他们复辟的念想 另一方面打一巴掌也必须再赏一天早 让他们知道皇位最终还是李家的 只需要多忍耐几年就可以 武则天对大臣们说 清辈有兽医老臣绝将难治过培炎者乎 有将们贵重能究和亡命过徐经业者乎 卧兵速将攻占必胜过成务庭者乎 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录之 这样一来大部分人就不得不妥协 如果马上就反抗那立刻就会被诛杀 即使李唐复辟自己也捞不到任何好处 如果耐心等待几年 天下终归还是李家的 武则天称帝时候已经67岁 李世民和李治五十多岁时就去世了 众人大多预期武则天活不了几年 不值得为这几年白白送上自己性命 万一武则天真的传为武家 眼见武家的继承人那么浓包 等女皇死后众臣再动手也未迟 当年吕后专权时 吕家也曾嚣张跋扈 但吕后一死不费吹灰之力 诸吕就被平定这样的先例 人人皆知 况且武则天基本上是不可能传为给武家的 大臣们都知道 武则天和武家人有着血海深仇 武则天的父亲有两位妻子 袁佩香李氏早死 留下袁庆袁爽两兄弟 李渊亲自作媒 让杨氏做了续贤 杨氏没有儿子 只生下武则天姐妹 武则天的父亲死后 儿子继承家业 杨氏母女被欺负走投无路 武则天这才入宫 以求绝处逢生 武则天当皇后后 苦于朝廷中没有自己的人马 才不得不放下仇恨 提拔自己讨厌的两个义母哥哥入 朝为官 没想到这两人不但不痛改前非 知恩徒报 反而洋洋得意觉得被提拔 不是靠了妹妹 而是靠住死去的父亲 武则天发现自己已得抱怨 换来的居然是以怨抱得 立刻勃然大怒 马上把武士兄弟贬出出京 两人之后不久就死去 他们的家人 男的披家戴索被流放到岭南荒满之地 很多人都病死了 女的被没入宫中做下贱的奴婢 做最苦最累的活 欺负杨氏母女最厉害的人 甚至被忌仇的杨氏鞭打到入境古剑而死 活下来的那些人 心里怎么可能不痛恨武则天呢 武则天怎么会放心 让自己的仇人做继承人呢 于是官员和武则天取得了暂时的妥协 但是武则天自己也清楚地知道 如果他稍微不注意 众臣马上就有可能成绩叛乱 所以他把武家人召回来 许以高官厚禄 要他们密切监视文武百官的动向 武家人也不傻 他们知道自己是武则天的恶狗 是用来咬人的 武则天去世后 如果他们得不到皇位 很可能马上就被清算 如果武则天的亲儿子没了 那皇位就很可能落到他们的手里 所以他们不停地收集 李贤李淡的黑材料 想要杀死这两人 但是武则天清楚 让亲儿子继承皇位 自己还是母亲 让仇恨自己的侄儿继承皇位 他不但得不到祭祀 他的儿子 女儿 孙子 外孙 孙女 外孙女 整个家族全部都会被武家人杀死 他只是在利用武家人而已 犯不住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所以任凭武家人如何上蹿下跳 他都不会杀死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同时他也要断绝群臣的非分之想 否则他马上就位置不稳 所以在表面上他还是要给武家人一点面想 让他们好好监视那么多不太安分的大臣们 历朝历代的皇帝 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做好势力平衡 皇帝的位置谁都想做 但皇帝一个人再苦再累也防不住那么多人 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就是让各种有可能挑战他的势力互相斗起来 如果各种势力势均力敌 谁也吃不掉谁 那皇帝的位置才安稳 不仅大臣们的势力要平衡 皇子们的势力也要平衡 为了皇位和富贵皇子会和大臣结党营私互相斗争 如果平衡起来那皇帝的位置还算安稳 如果一派打到了其他派别 那皇帝的位置也不稳了 历史上 皇子们抢班夺权 逼死皇帝的事情多不胜数 武则天之前 就有李世民杀死哥哥弟弟 逼李渊退位 再往前有隋阳帝杨广斗哥哥 杨勇逼随文帝杨坚退位 电视剧《狼牙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太子和豫王斗了十年良帝的位置 一直很稳固 等靖王斗倒了太子和豫王良帝 却迅速成了孤家寡人 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武则天不得不妨 尤其是他改当为州本来就不合法 如果发生政变推翻他的统治 那是天命所归理所当然 如果他立李显为太子 很快就会有很多人聚拢在李显周围 大家都知道拥立未来的皇帝才最有前途 武则天在钢丝绳上辗转腾罗 武则天在钢丝绳上辗转腾罗 可是好不容易做到了内部零平衡 外部又不平衡了 武则天改朝换代时候 杀死了很多反对他的军队将领 导致武则天改朝换代时候 杀死了很多反对他的军队将领 武则天镇压不成功谈判也不成功 只能想其他办法 他只好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 这就堵了末帅克汗的嘴 再让李显出面去募集军队人心所向 几天就招到五万人 末帅克汗看到大军压境就退回末北了 经过这事武则天清楚地看到 老百姓还是忠于礼堂皇族的 如果他再把李显废掉 那么老百姓肯定不答应边疆也会动乱起来 李显重新被立为太子大臣们吃上了定心丸 可武则天很担心万一有人迫不及待 要他马上退位呢 所以他还得让五家人好好监视不安分的大臣们 但是既然立了李显为太子 武家人就没了退路 武家人多次陷害李显皇族李显登基后 他们难免被清算 没有了后路一眼看到底 武家人还会尽心尽力 得监视大臣们吗 怎样既让武家人好好监视大臣们 又给武家人准备一条后路呢 聪明的武则天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那就是李武和刘 他让太子李显向王李旦太平公主和梁王武三司 并王武幽宁等人在明堂昭告天地 发誓和睦相处誓言刻在铁券上 发誓和睦相处誓言刻在铁券上 让李显的女儿宁太郡主嫁给武则天的直孙武延基 成为魏王武成四的儿媳 另一个女儿安乐郡主嫁给武则天的直孙武重训 成为梁王武三司的儿媳 又一个女儿新都公主下嫁 武则天的直孙武延辉成为陈王武成业的儿媳 让太平公主嫁给定王武幽纪 还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样一来 破悉尼了 李武两家便一家就能和睦相处了 武则天觉得凭借他的绝顶智慧问题终于解决了 可是就问题刚刚解决 新问题又冒出来了 李武河流的速度太快了 朝廷又失去了平衡 作为李武河流代表的太平公主势力迅速崛起 武则天年纪大了又发出了明显的还政于李家的信号 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流传着他要退位的风声 武则天活着一天就要掌权一天 哪里容得下大权旁落 于是他放手让面首张昌宗张一支兄弟扩充势力 给两人建立了控贺府 发展出李武之外又一派势力 二张势力越来越大 牵制了李武势力的发展壮大 太子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 嫁给了魏王五成四的长子 武延基 快要生产时 他的哥哥皇太孙李重润来看望他三人 偷偷议论起了二张势力的日渐壮大 没想到此事被人告发 三人都被武则天赐死 二张也曾考虑过倒向李显 甚至李显回京被立为太子 都有二张向武则天吹枕头风的功劳 但是武则天用自己的孙辈之死为代价 让二张和李武结下了永远的梁子 再也没有可能联合起来 虽然李武势力损伤惨重 但事后武则天把进军指挥权给了李旦 作为对李武势力的补偿 李武势力和二张势力严重对立起来 武则天又取得了暂时的平衡 二张一派的富贵荣耀完全来自于武则天 他们陷害了那么多大臣 武则天如果退位 他们立刻就会被清算 因此他们极力阻止李显继承皇位 拥护李显的大臣们搜集了二张的无数黑材料 可武则天无动于衷怎么都搬不到二张 李显自己倒是不太担心 他的太子位置很稳固 武则天肯定不会传位给二张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大病了好几次眼看就要死去了 二张在嚣张也没几天好日子了 如果贸然行动万一失败 他就肯定要到大梅了 即使武则天死后皇位传给李家 那也是他弟弟李诞得到皇位李显 他自己反而为别人做了嫁衣 但是张剑之为首的大臣们 不这样想二张势力不断 制造事端 以宰相魏元忠为力 一个又一个拥护李显 那大臣被打倒 这样 没等到李显登基 拥护李显的大臣们 就被二张打倒很多了 所以他们趁着武则天年老体衰 人心四变 就开始暗中串联 准备发动政变 武则天病得越来越重 无法批阅奏折 更无法上朝李正 连宰相都见不到他几面 他对朝廷的控制 完全依赖于二张对大臣的监视 可二张毕竟是不学无数 靠脸带生存的草包 没有多少政治斗争经验 低估了老臣们的能力 以张剑之为首的大臣们 老谋深算 逐渐往军队中渗透 将领们知道武则天命不久矣 跟住他混没几天好日子了 于是向老臣们投诚 张剑之等人因此控制了部分军队 最后 神龙政变发生 武则天被逼退位 还政于李家 张剑之等人发动政变 拥立李贤有功 被刺单书铁券封王 一时封头无二 但是他们这样做既为功也为私 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实际上李贤并不信任他们 也正是由于李武河流成功 李贤登基后 武家非但没有被清算 反而继续掌权 李贤用武家人做平衡 来制衡张剑之等人 所以综上所述武则天 从一开始就想着 把皇位还给李家 只是他如果把这一点挑明料的话 政治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 他自己的皇位 马上就不稳估这一点 也的确被历史所证实 所以他才引入二章势力 以求再次取得政治平衡 很多人以为武则天 会因为选择继承人问题而苦恼 那真是太低估武则天的能力了 这个问题在他眼里 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他发愁的是 如何能够保证 既能死后传位李家 又能生前不大权唐诺 这样的超级难题 才配得上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外 演了那么久的戏 武则天最终还是没有把江山留给侄 皇位只不过是他骗驴子们 拉磨的胡萝卜 渴望而不可及